在我更新临港区的节目时曾断言到 临港将会成为浦东的下一个路加嘴 给出的理由首先是临港的交通优势 依托阳山港和浦东国际机场这两个全球性的枢纽 来发展出一个近似于新加坡或香港一样的全新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是政策优势 浦东新区于2021年获得了独立立法权 这就为将浦东的贷开发区域 打造成一个具有世界先进研发和制造能力的新硅谷 与可供资本自由出入的新香港提供了条件 在出完这期节目后 我发现网友在极力的向我推荐钱滩这个地方 于是我就决定为与路加嘴有着相同地理优势的钱滩 专门做上一期节目 大家好我是刘俊岩 曾听有人宣传说 外滩是过去 路加嘴是现在 前滩后滩才是未来 听到这里 大部分朋友不免心生疑问 前滩和后滩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两处地方 人们一提到上海 脑海中必然会浮现出黄浦江沿岸的种种画面 在宽广的江面上 豪华的观光邮轮 伴着体型庞大的货轮徐徐驶过 浦江西岸的洋行们偷偷地将百年之前的傲慢藏入了口袋 面朝着东方 抬头仰望了新时代那直冲云霄的繁盛 黄浦江的宽度刚好是一华丽 符合人们远眺观景的黄金距离 陆家嘴就像是在梯台上走秀的明星一样 不论你在他的左侧外滩 还是在他的右侧北外滩欣赏 都察觉不到一丁点的瑕疵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北外滩 陆家嘴和外滩 一处全球公认的上海符号 中国符号 然而雄心勃勃的上海市 并不甘愿止步于此 这条弯弯曲曲的黄浦江 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而扩展这条经济带的钥匙锁眼 就在于人流量熙熙攘攘的 南京东路和外滩 人们不禁会这样想 是外滩成就了陆家嘴 陆家嘴又带火了北外滩 何不借此新火相传下去 推动黄浦江沿岸的共同进步呢 于是黄浦江沿岸的各种滩的概念 应运而生 在黄浦江西岸沿线 由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 这22公里的江岸边 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 黄浦冰江东外滩 北外滩 外滩 南外滩 士博冰江 里滩 以及徐慧冰江西岸 与之沿岸对应着的是 陆家嘴 后滩 以及前滩 其中 浦东一带沿岸发展程度 仅次于陆家嘴的 就是这由徐慧冰江CBD 正对着的前滩了 自从2011年6月 卢湾区并入黄浦区之后 上海的外滩概念 便开始正式实施 试图通过多个正区接力的方式 来完成繁荣黄浦江沿线的伟大构想 在前滩还被开发之前 这里还是一处沿岸 只有几个码头的农田 在浦东三林镇的北端 有一条名叫川阳河的戒河 静止通向黄浦江的一根凹口 它的两侧是一对如同苏兄一般的凸案 形状近似于浦东的陆家嘴 人们便对这里抱有极大的期望 早在千禧年的时候 上海原本是敲定请美国的环球影城入驻的 随着锦江国际集团的重组和领导层的更换 环球影城折之于上海 并换来了迪士尼的入驻 而三年滨江地区 就是原环球影城项目的选址地 2007年世博会的前夕 上海市赢得了第14届国际泳联市井赛的举办权 这场赛事的举办场馆 设在了原环球影城地块的北半部 这也标志着东方体育中心的诞生 刚建成的地铁济阳路站 随即更名为东方体育中心站 数年之后 东方体育中心也成了继世纪大道之后 浦东地区第二个有着三条地铁线交汇的大站点 2012年 有着开发过陆家嘴和金桥经验的 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杨晓明提出了前摊这一概念 欲将这里打造成一个为金融中心提供服务的跨国企业总部聚集地 在功能定位上将和陆家嘴形成一种互补的金融生态 规划者们认为陆家嘴有三大遗憾 即为拥挤 公共绿地少和住宅体量不够 早上的陆家嘴 成群的金融白领涌入摩天大楼 到了晚上又像潮水一般的散去 等九点钟一过 陆家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了 通过打造宜居的环境来留住住户 给商业区带来持续的人气 成了规划潜滩的主要思路 可是这世界上总是有着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铁律 一个繁荣的金融区想要超过陆家嘴 必须要在房屋的高度和密度上下功夫 要保证在极小的范围内容纳得下最多的人群 人们仅去步行就能完成办公、吃、住、玩等多种需求 既然已经工作在金融区了 就一定要讲究效率优先 每次出行都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驱车前往 找个地方停车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无疑大大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所以陆家嘴的楼群不是太密 而是太过稀疏 延长了人们出行的时间 加大住宅体量固然不错 可这种地方只有少数精英阶级能够消费得起 作为城市活力重要载体的中产阶级 仍然会被高额的房价和租金 逼到远离工作区的地方 想要超过陆家嘴 就必然要牺牲掉 消耗有限城市资源的宽阔道路 大型场馆和公园绿地 建成一个抬头指尖一角四方天的城市囚龙 可能是城市规划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现实 既然综合实力上超越不了 那就只求在办公质量和建筑研制上的超越 于是便在招商引资上面 建立起了一套比陆家嘴还要严苛的标准 规定 开发商不能靠短期的出售套里 只能靠经营并长期持有 但这一标准就劝退了不少企业 毕竟需要相当大的财力支撑才能在这里立足 只有电视上出现的那种灰烬如土的资本巨厄和财阀们 才能满足定居的需求 也难怪前滩内部的教育资源都为学费高昂的国际学校 包括上海纽约大学 家宝幼儿园 冰场田幼儿园和中福会幼儿园等八所国际名校 有人经过简单的估算 要是在前滩完成全部的求学之路 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毕业 学杂费最高要超过五百五十万元 这样高贵奢花的前滩 注定只能起到分流陆家嘴商户的功能 想要成为第二个陆家嘴 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毕竟有着比前滩更广大地块的灵港 在进行花园城市的构想方面更有优势 不过还好的是 在一栋270米高的前滩中心的前方 有一块呈扇形的庞大休闲娱乐商圈 前滩太孤立 这里据称为目前全上海市 最受欢迎的商业综合体 一经面试就人满为患 它采用了自然主义的设计理念 将公园和步道融入在了建筑之中 即使你是不想消费购物的观光客 也逃不过这理向交错式布局的 高档花园的吸引 在商业和自然相融合的同时 又交织着年轻人喜爱的现代感建筑元素 从空中远远望去 感觉像是一款年轻人喜爱的潮牌AJ 在用色和线条分布方面 拿捏得非常到位 好了 上海前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 我将带大家去近旁的后摊看一看 了解一下试播之后 这里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 那就期待我的下期节目吧